在河南农村花3万块钱 装一个这样的中式门楼 大家觉得怎么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胖君 又好久没有见面了 最近我家一直在建房子 然后粉丝朋友们 有的也想建房子 所以说想了解一下 我们建造的一些价格 今天我就回来再次给大家 记录一下 现在映入眼帘的这栋房子 就是我哥的了 建造的是一层的 我跟我哥是各一栋 并不是住在一起 因为我跟我哥的话 两个在城市里面都有两套房子的 所以说家里面建个一层就行了 基本上就是过年 回来住一下 然后最近就是装这个中式门楼 这个中式门楼 是花了两万六千多 制定的 然后别人在那边做好之后 送过来再装上去 这个地基的话 是我们自己弄的 地基自己买水泥 买这个石枕 然后他们过来施工 这个门楼 一个门楼下来将近 两万八到三万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现在 是刚装上去 然后还没有喷漆 它这个价格是包含 喷漆所有的全部 然后灯 还有这个牌匾 全部弄好 然后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那个宅地地的这个门楼 现在正在安装 给大家看一下是怎么安装的 现在叼车把这个门楼上边的点 叼下来 现在已经转弯的下降了 这个点还挺长的 这必须用叼车 不用叼车 人工是弄不了的 在古代的话 没有叼车的情况下 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叼车用劲 几分的东西一样就叼起来 今天阳光明媚 也是一个好日子 在咱们中国 不管是结婚 还是办喜事 或者是建房子 都会选一个好的日子 现在在装这个柱子 在我刚才在地地上 看的这个不是很大 但是你看放在地上 哇塞好大这个 下面是弄的螺丝 现在安装 六颗螺丝一边三个 这两位就是老板了 爷儿俩 帅哥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门楼 我警察请你说是鲁板尺寸 鲁板尺寸 到底是啥意思 就是鲁板尺寸 它是一种吉祥尺寸 哦 现在咱们的洞口宽是3米2 高是3米41 就是富贵 对 然后尽财 尽财 都是有鱼翼了是吧 对对对 我看你警察说 啥好门出大户啊 啥都啊 高门出大户 豪门王九竹 警察听你说这句话 这个门楼的话 好像在咱北方比较常见 南方还不用吧 南方也有 你想几个都练这个词啊 然后去逛东解析险 然后你暗藏用一千六个文竹 那要看抛论院啊 对 想全国各地 走望一发 哦 你的省名说要全国各地了 反正因为他弄成这件事 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咱俭 你想他转眼了 还帮他设计 帮他去做装饰 哦 送他自己炒钱 那锅笼那边没有多点的吗 锅笼那边没有几乎 比较少是吧 对 大家看一下 一共五大件 两个顶 还有一个过木 然后两根大柱子 现在看一下我们防护的窗户档 离地的话大概有两米多 我们北方的话 建房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邻居当时是留到比较大 比较低 但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留的 有好多朋友 说我们家的窗户 搞得像 有的像监狱 有的像那个 仓库啊 我去这些网友都是人才啊 搞得我都不敢拍我家房子了 总之这就是南北差异啊 现在进屋内 带大家看一下窗户啊 离地有多高 因为屋内跟外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地平 大概也就一米多高 关窗户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 可能要踩一个凳凉 不过 在我们这边来说 后边的窗户一般很少开的 主要是采光用的 这是中间的这个顶 现在师傅开始装这个装饰劲了 发泡陶瓷 用那个沙浆塞上去的 到时候这里牌匾一装就可以了 过几天的话会有师傅过来喷水包沙 喷上水包沙之后啊 就会漂亮很多啊 特别再说像老窝的房子了 绝对不像老窝的房子啊 这就是咱们 中国的中式建筑啊 这是我爸的发小 帮我家用那个水泥 朋友多了入合酒 这个门楼到时候会喷上水包沙 装上壁灯 还有这个海扁啊 就会好看很多啊 弄下来一个这样的门楼 大概三万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 再见